首先我们从雷达整合图带你来关注 这台风山陀儿是在12点40分的时候 它的中心就已经从高雄小港登陆了 但是已经四个多小时过去了 大家猛一看这图觉得山陀儿 它怎么还在这里 确实它走的速度真的是相当的缓慢 所以目前在高雄 在屏东 仍旧是风强宇宙 预估在今天晚间 还是要特别提醒大家 在云林以南一带 还是要注意强风大雨 因为接下来这个山陀儿台风 它预估的路径会往北移动 也就是说接下来在台南在嘉义 会觉得风雨渐强 不过它这个路径 它目前还是一个中台等级 那么预估要到晚上之后 才会减弱为轻度台风 而要提到的就是它目前的路径 气象鼠预估会往北移动 其实比起原先预估 可能会越过中央山脉来对比的话 它被破坏的状况可以说是 比较减缓下来 但是气象鼠也预估了 它接下来在往北移动的过程当中 它的强度仍旧会持续的减弱 但是包括了在今天 在明天的上半天 这段时间它仍旧会以台风的形态 影响我们的天气 至于雨都下在哪些地方 我们从雨量累积带你来看到 我们不断看到新闻画面出现的 就是在新北市的瑞芳 因为从凌晨零点到现在 累积雨量已经来到了534毫米 当地居民就形容 铁道好像已经变成了水道 很多的民宅也都淹水了 所以大家很好奇明天会不会放台风架呢 让他们可以好好的来清理家园 另外看到了在高雄的人物有437毫米 还有在屏东的春日 也是突破400毫米 至于食雨量的部分 第一名是在高雄的燕曹区93毫米 还有在高雄市的田辽区58毫米 所以第一名和第二名还是在高雄 所以要提醒大家 现在在高雄仍旧是风墙宇宙 随着台风如果依照气象鼠预估的路径来看 接下来就会进入到台南 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当心了 至于在风力排行的部分 今天第一名是在高雄二港 有17级的强阵风 另外是在高雄的陵园区15级 要特别提醒大家 随着台风逐渐的北移的过程当中 接下来在嘉义以南 还有在绿岛兰与澎湖金门 也可能会出现9到11级的强阵风 提醒大家在晚上的这一段时刻 还是非必要不要外出 最后从时序带你来看到 我们提到在12点40分的时候 台风中心是从高雄的小港登陆 预估在今天晚间之后 中度台风山土尔 可能会减弱为轻度台风 什么时候它才会进一步 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呢 依照目前的时序 目前的路径看起来 预估要到明天的傍晚 也就是5点左右 才会进一步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 那么不厌其犯要提醒大家的 就是在晚间的这段时刻 那么在云林 嘉义 台南 那么还有高雄 屏东 仍旧要严加戒备 不可以轻忽山土尔带来的威力 再把时间交还给叶翰